電影六十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由吳康仁奪下影帝寶座 奪獎之後 吳康仁下午首都露面 出席電影首映記者會 他坦承非常緊張 而在網路上瘋傳 他入圍短片 短短15秒讓網友們直呼 真的是實至名歸 導演王玲玲回應說 吳康仁在拍攝的25天當中 他只有NG過一次 而且還是他自己喊的 就連李安都稱讚吳康仁 台灣有他這樣的演員正好 吳康仁一身黑色西裝 奪下金馬六十影帝後收度 公開露面出席電影首映記者會 他投入封地後收到很多人的祝福 媽媽第一時間感動落淚 還傳了簡訊給他 吳康仁在劇中飾演聖雅人士 典禮上這15秒的錄圍影片 臨台詞卻直擊觀眾內心 在網路上瘋傳 導演也對吳康仁的專業敬佩不已 透露拍攝25天 吳康仁只NG過一次 就連知名導演李安都讚嘆他的演技 他說台灣有你這樣的演員真好 李安導演說台灣有無客人這樣的演員真好 康仁他是一個很真的人 他非常的真誠地面對 他自己的表演工作跟他的生命 首度陸圍金馬就得價 杜金豪未來是否漲價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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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 經濟人上升 然後我叫經濟人出來 去馬來西亞或是甚至去香港 還是接很多有興趣的作品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在 不是在談論那個東西 吳康仁只希望把戲演好 只要有好的劇本邀請 絕對意不容此展現對演戲的熱愛 介紹在黃明勝台北報導